大家就这一段时间来一直不断的关心 然后甚至很多的鼓励 一直问我说什么时候要付出 前民众党发言人杨宝珍和金融市长谢国良一起现身 正式宣布杨宝珍将担任金融政策推广大使 我相信现在北北基陶已经是一个大的生活圈 那本身这四个县市政府其实也都是有相关的一个合作的平台 所以我相信其实未来的整个合作还有相关的一些连结 其实非常非常的密切的 也因此呢最后来到这个基隆 希望未来不管是在对于额少处可能有一些富佑的 或是额福的一些相关的议题可以有所发挥之外 未来当这个市政府这边有其他的一些政策 想要做更多更多的推广 那我这边也会去透过不同的一些媒体平台 然后包含在网路社群的部分 也都会来进行一些推广 那让更多更多的年轻人可以来认识基隆这座非常美好的一个城市 我虽然这个平常住台北 但是因为我这个也很喜欢来基隆看海 然后还有逛这个庙口夜市 其实我觉得基隆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一个城市 而且它相对也会是一个很好的旅游的观光景点 它在年轻人的领域 在妇女额少的领域都有很多的好评 那它自己的IG社群媒体也是我们这个目前没有办法去达到的这种影响力的这种程度 所以我相信有它来帮我们推广 我们目前已有跟未来要推出的一些儿少妇女的市政工作 我相信是绝对有很大的帮助 今年二月杨宝珍持去民众党党职 在金融市副市长邱佩玲居中牵线下 杨宝珍决定和金融市政府合作 其实主席他在四月初的时候 他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 那他其实也是表达非常的支持 那他也认同说我接下来在市政相关的一个宣传的领域也可以有所发挥 所以他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支持的 那我相信大家应该也不陌生 其实基隆本身已经算是蓝白河了 因为我们的副市长 其实我们的邱副市长呢 他也是民众党党籍的 所以其实大家本来就认为基隆有点算是这种蓝白河的一个示范区 所以我过来其实并不像外界所说是不是跳船或什么都跳槽 其实我现在也还是民众党员的身份 所以我相信未来在政党之间如果可以去降低对立 然后可以有更多更多的一些对话 然后跟合作的管道 我相信这应该也是多数民众乐见的事情 基隆是一个我就觉得打造友爱城市这件事情 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希望看到 因为其实过往我都觉得在政治圈太多太多的肃杀之气了 所以如果真的在市政方面 然后甚至可能在一个城市的宣传方面 我们可以散播更多的爱跟温暖的话 其实这是我非常非常希望看到的事情 所以我也最后决定来到基隆这边来进行一个合作 那至于说是不是未来选议员的话 我觉得现在可能距离选举期间 其实都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可能现在谈都有点过早 那我现在现阶段就会先把 基隆的这个政策推广的部分 先把它做好全力以赴 杨宝珍强调希望未来透过不同媒体 社群管道宣导和推广 更多散播爱和温暖 让大家看见基隆的多样风貌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在这边 对 在这边 在这边